不老女神周寒卫 做客非常进取的 港爱港恨 为爱情依然定居北京 真的有很多人都不赞成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我就不服气 我一意孤心 你们不祝福我 不祝福不祝福 我自己高兴 我喜欢我走 深不怕老 不老容颜背后 是一颗永不故事的心 他第一次拉我手的时候 我觉得全身的触电一样 他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我真不知道 我试过同时期 有五个男人追我 灰暗改变 外在的品头顿足 怎能动摇 内心淡不平静 他不爱做家务 我也不能逼他 然后买了一个锅 我就天天蹲着地上 蹲着炒菜 经常被人拍到 我就不化妆 戴着一个黑宽眼镜 我就出去 为什么要在意 别人的看法呢 这样子你怎么活呀 没法活了 享受人生 爱情婚姻 并非她的全部 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觉得不需要 我又不想生小孩 没必要 她也觉得吗 她想吧 我不敢提 别提了 容颜不老 周涵妹会有怎样的养生秘迹 我很喜欢煲汤 不同的季节 就煲不同的汤 他们说很多女明星 都不吃米和面 我吃 我最喜欢吃方便面 然后我最喜欢麻婆豆腐 然后和米饭一起吃 这个晚上 在非常近距离 相约最真实的周涵妹 这里是安徽卫视 非常近距离 有请主持人李静 大家好 哇 男人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常近距离 今天走得比较慢 因为根的确实太高了 因为呢 一定要穿一双 这个漂亮的高跟鞋 要迎接我们今天 这位大驾光临的嘉宾 因为在我心目中呢 她永远都是容颜不老 而且青春亮丽 她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哇 大堂杨淑菲驾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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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哇 淑菲娘娘好 威力 这位公公 你好 四层相熟 制片部主任 那我们再次掌声 谢谢公公 谢谢 谢谢 你瞧瞧没有 现在节目经费多紧张 连请的群众演员都请不起 回去马上就去订盒饭了 对 四年之后啊 应该是海妹再次光临 非常近距离 我们掌声来欢迎一下 谢谢 谢谢 最为香港无线电视 曾经首剧一指的当家花旦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道的周海妹 几乎与港剧的全盛时期紧密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流氓大亨还是义不容情 轻声无悔还是天地豪尽 他出演的每一部作品 都是无线电视 全盛时期的首饰冠军 2000年后 周海妹逐渐将事业重心 从香港台湾转向内地 并且在2004年正式定居北京 而把他的心留在北京的 是一位比他小七岁的内地建筑师男友 为了保护恋情 周海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很少谈及男友 更不会谈及恋爱戏剧 今天做客非常近距离的周海妹 将彻底敞开心扉 首度揭秘自己和男友的情感生活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然后搬来北京住 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 十年多了 然后我也觉得 你不像以前那么勤快 就太累了 然后我就开始把自己的脚步放慢了 然后跟着我就遇到爱情了 然后我就 就派脱了 就散漫了 开始散漫了 那是个转折吗 也算是 我确定的很快 然后就要说我要去北京生活什么的 家里人都反对 甚至朋友也反对 没人相信 这个决定很疯狂 甚至听不懂 我一意孤行 我就 你们不祝福我 不祝福不祝福 我自己高兴 我喜欢 我走 就这样 他到底有什么魅力呢 我也不知道 现在说不出来 你见的人也蛮多的 我真不知道 我试过同时期有五个男人追我 当时就是 就是一种感觉吧 我觉得 这个人是对的了 然后我就 不顾一切 然后就 就到了北京了 然后他性格也有点古怪 我刚来到北京 他家里是没有电视的 然后椅子是放书的 沙发是放门的书 满的书 然后家里厨房没装修的 他从来不煮饭嘛 当时我说 那怎么样 你得买个冰箱吧 后来又买了冰箱了 我说不行耶 你得看新闻的 买个电视吧 就说买个电视了 然后后来我说 那没煮饭怎么办了 天天出去吃也不好吃啊 然后就买了一个电视板 那个电视板 然后买了一个锅 我就天天蹲着地上 蹲着炒菜 蹲在地上炒菜 你开心吗 开心 我觉得特像电影 你做了一件特别叛逆的事情好像 因为可能当时真的有很多人都不赞成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我就不服气 你后悔过吗 没有 就算未来真的不能在一起了 要分手了 我也不会后悔 起码我有过 这么一个美好的会议 太酷了 他会坠坠不安吗 有一段时间会 现在还好 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不想 就不需要那张纸是吗 我觉得不需要 我又不想生小孩 没必要 如果要生小孩 我觉得就需要结婚 不想生 我觉得没必要 是不是不要那个结婚证 两个人更好 我没有这样去计算 这个好与不好 我只是觉得没必要 他也觉得吗 他想吧 我不敢提 别提了 我不敢提 我们特别感谢 刚才海梅跟我们分享了 很多真实的想法 我相信他是真的把近距离 当成一个特别敞开心飞的地方 待会说了这么多真实的话 我们来给他鼓鼓掌 谢谢 但是但是呢 既然是他是这么一个 我觉得很开心的人 那我们不如来玩个游戏 其实我们刚刚找到了一个东西 就是 他又来了 是不是刚才的太监吗 还是你啊 首先让嘉宾把手放在机器上部 用魔术贴固定好 然后主持人向嘉宾提问 在嘉宾回答完毕后 机器前面的五个小灯 会一遍点亮 如果嘉宾说话 那么所有的指示灯 会同时亮起 嘉宾将会受到 心理侦探的弹库承认 你们也可以去买个箱 回家给林娜一班测一下 完了 这个当然卖火了 我要问的问题是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相信我就是 那请说一下你们第一次一见钟情 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 我在一个跟朋友一起 在一个餐厅 就看到他 为什么我对他一见钟情呢 因为他 很特别 他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结果呢 他在兜里拿了一支毛笔 然后写着 写在上面 因为可能他以为我是 香港人不懂的普通话 他就把他的名字写在那个 纸上 纸巾上 写完之后就给我 这是我名字 然后你就开始喜欢上他了 对 我觉得你比他怪 但一见钟情不光是因为对方怪 他一定会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俗称一种化学反应 你有吗 有 他第一次拉我手的时候 我觉得全身的触电一样 你不是演戏了 拉来手 还接吻什么的 没有过 没有过触电的感觉 我拍了很多拖了 都没有 他是超帅吗 当时在我眼里是 现在一般 好了 这就是爱情 对吧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还没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有电的 三个灯 算是真话 对不对 你和男朋友在北京 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比如说在元旦的时候 他第一次带我去 那个钟楼是吗 北京吗 对 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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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元旦会敲钟嘛 对 当时那个 他带我去那个赶 我非常赶 也很堵车 然后赶到那里 正好 正点就赶到那个 古楼的门前 听着他敲钟 然后他就抱着我的转 对 好像拍戏一样 抱着你张中 对 我觉得他拍的戏 不然以前可能有的男人对他更浪漫 他没感觉 那天他就是有感觉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经常 比如说在想啊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就一起说想吃什么 这就很浪漫 对 也是我 大家会听同一首歌 然后大家会一起看着对方哭 我觉得很浪漫 我觉得对他来讲特浪漫 他不是做这行的 但是他却有一个特别感性的内心 对对对 应该他是挺感性的 你们俩都好了那么多年了 你怎么收起他来还那么动容啊 有吗 来 我们看看说的是真话吗 要电了 怎么一人都会电你一下 亮了几个灯啊 三个也是 三个也是 对 疼吗 电的时候 就先拉手电了一下 家务了 不过既然他是一个男人 他不爱做家务 我也不能逼他 所以也会接受 只要我喜欢他就可以接受 你们俩在生活中 谁照顾谁多一点呢 互相都有 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 他也会很紧张照顾我 然后平时他有生病啊 或者什么的 我也会照顾 他看过你的戏吗 之前 他不愿看 之前没看过 但是他在香港 对 知道你是谁吗 不太清楚 真的不太清楚 他的职业是什么呀 他 他读建筑的 读建筑 对 跟你这行真是差别特别远 他没有恶补你的作品吗 后来 他不愿意 他不愿看 其实我觉得他是不愿看 比如说他看到我跟别人男人去弹琴 他不愿意 因为他曾经试过去探班这现场 看我拍戏什么的 后来他就不再来了 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 就心里不是很舒服吧 我也没问他 来我们看一下 还是三个儿子 还是三个儿子 都是真话 最后一问题 你是否认为女人只有当了妈妈才算完美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想要一个小朋友 可是现在我觉得不需要了 就到了我这个年纪了 就不要生小孩了 那他呢 不敢提 所以你们俩之间还是有很多问题不去讨论的 对 还是会回避一下的 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也是三个 三个格 好了 我们可以松开了 基本上五个格算是说话不真实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过关了 谢谢 谢谢 一双顾客多情的大眼睛 眉梢嘴角 容倔强和痴情于一身 一把披肩长发 透着那个年代 梦中情人的独有特征 不知迷到多少少男少女 多年后再近一人 仍会唤起当年对周海妹 始终梦影眷恋的情怀 忽然看到那么多 当时的照片 就每个人对自己每一时期的那个样子 其实都有一个评价 你怎么评价那时候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那个时候 自己不是太会打扮 对 挺漂亮的 是有人给你们打扮吗 那时候 我都是自己化妆的多 对 拍戏很多时候我自己化妆的 因为我早期入行的时候 那些化妆师 我做了那些化妆 化妆师说 看来看 你皮肤这么好 不用化了 走吧走吧 然后就不给我化了 真的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 少少眼睛毛啊 涂出唇膏 我就这样子 特别喜欢你演的那个 《义不容情》啊 那时候 我甚至觉得那时候还不如现在漂亮 真的 就那时候好像还是 比较轻舍一点 对 但现在就是很漂亮 然后状态很悠闲 皮肤啊 各方面 就是特别的好 你是怎么去让自己一直保持这种 他们叫不老女神的这种状态呢 真的很感谢大家这样夸掌我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不是夸掌 因为我离得最近老 每个人都会老的 我也总会有一天 有皱纹给你们看的 不愧每天都皮光嫩滑的 你敷面膜吗 敷 如果拍戏的时候 我很勤快的 我隔两天就敷了 可是如果不拍戏的话 我就 一直都不敷 不敷 然后东西 我今天 我今天早上我就敷了一个面膜 因为我知道要上进去的 有时候甚至东西都不抹 洗完脸就算 你有没有不洗脸就睡觉的时候啊 有 还真有 我没有 没有说 大话真的是真实 我平常真的 平时我都不化妆出去的 所以经常被人拍到 我就不化妆 戴着这个黑宽眼镜我就出去 就这样 但保养呢 有什么秘方贡献给大家 要不然他们说近距离 他那么漂亮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我很喜欢煲汤 现在还在坚持 对对对 然后不同的季节 就煲不同的汤 那现在大概 比如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是冬天吧 冬天 你能推荐一款汤吗 我马上起起来回家也去包 有很多 比如说 我都在香港买一些汤料 然后有包 现在很多人容易咳嗽嘛 感冒什么的 猪肺 对啊 清肺的 雪梨 苹果 包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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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点猪肉 煲汤 然后再加一点 淮山啊 枸杞啊 这样的材料进去 自己都 常年喝汤 对对对对 嗯 那我想知道你一天的饮食习惯 你会吃早餐吗 我吃 我一定吃 大概吃什么呀 有时候是 烤面包 嗯 然后炒鸡蛋 然后放一点 番茄豆 然后喝的是 咖啡 咖啡 我每天早餐一定会喝一杯咖啡 不加糖不加奶的那种是吧 加糖再来 我喝了两杯都不敢加糖加奶 对加 然后就 会 柠檬 柠檬蜂蜜水 如果夏天的话 我就这么一大个壶 的柠檬水就喝了 你觉得效果会很好 我不知道 反正我喜欢喝呀 哦 这是早餐 OK 那午餐呢 午餐基本上我很少吃 很多时候 是早午餐一起吃 对对对 明白 然后跟着就是晚饭 晚饭 他们说很多女明星 都不吃米和面 我吃 我最喜欢吃方便面 然后我最喜欢麻婆豆腐 然后 和米饭一起吃 嗯 然后辣白菜 我也喜欢吃 辣白菜炒饭很好吃的 你也没减肥 我刚刚昨天 我刚刚昨天才吃 我听完了以后 你 你是怎么保持的呀 你的意思就吃吃吃吃回来了 对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我也 我也解释 你不是特仔细的那种人 不是 在这方面 不是 在很多地方 我是大大烈烈的 他们说真的 女人到了35岁以后 吃啊干嘛 都要特别特别注重啊 什么的 我事故很注意啊 注意也反而胖了 我在街头买 买那些那个咖喱鱼丸啊 那些 我都照样买 当年呢 你最红的时候 比如说媒体都要拍你的时候 在香港的时候 你也敢这样吗 我也买 我也吃 我也在大排档 大排档 香港很多大排档 放在路边吃 我也一样去吃 特别好吃 为什么不能吃 我给钱呢嘛 我觉得你的心态 还是不一样跟别人 为什么 比较自我 有的人是会在乎 因为在乎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是个事 不在乎的时候 就不是事 我从来不在乎 我心里 其实住着一个 住着一个爷们 你现在就很北京人说话了 有一点 在朋友里面 他们都觉得我 挺搞笑的 哥们 对 有时候就挺 怎么说 很乌龙 很多时候 我停着那个车 在停车场 比如说我去 跟朋友一起去找车 我永远带着的朋友 在停车场 转转 就找不到了 在哪儿呢 本来是第三层 我就跑去第二层 但我觉得 很痛苦啊 你看现在 什么都需要密码 对吧 微信也需要密码 这保支付宝的密码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都不申请啊 我没有什么支付宝啊 什么银行 什么手机银行啊 那些 别叫我弄 要寄密码了 不不不 就这样 我对数字不是 很敏感的那种人 你从小的性格 就是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 你其实是很有男孩子一面 还是个很小女生的一面呢 我 从小我都是男孩性格 其实我是 我是十七岁左右吧 我才开始留长头发的 开始感觉我 我是个女生 然后我就 那个年代 女生就应该长头发嘛 我就开始留头发了 然后我 我小时候 从那个幼儿到小时 经常我家里就 天天有人敲门 投诉我妈妈 说 你女儿 把我儿子打到牛鼻血了 要不然 把我儿子打到牛鼻血了 然后我就跟男生去踢足球 去踩那个自行车 我家里 我记得我家里 小时候我住在乌村 也 满满 到处都是山 很多山 我满山跑 带着 跟着那个男生去爬山啊 到处玩啊 然后那个 骑进车呢 就有一个斜坡 我骑着就冲冲冲下去 就特别开心 那个时候 有时候我打架打到 站在桌子上的 你过来 你过来 我打死你 就那种 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性格 那你随爸爸随妈妈啊 还是家里孩子 你是老几啊 老二 上面是哥哥吧 我姐姐 我有一个姐姐 然后呢 我姐姐呢 比较爱哭 从小爱哭 我呢 就经常保护她 我妈妈打她的时候 因为两个 我姐姐比我大了两岁 然后有时候偷吃的 我们经常一起去偷吃的嘛 然后回来的肯定教训大的 然后我就可以避开 没有被打 然后我就打在前面 我说妈妈别打别打 就这样 对 然后 对啊 就 等于是 如果她哭了 我小时候就 拿着那个地步 就给她擦眼泪 那种 然后第二天 该干什么干什么 对 你小的时候知道 自己长得漂亮吗 不漂亮 我小时候 我从小 我就 小学一年级 我就是近视眼 到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我都已经八百度了 一直戴着个眼镜 一直戴着眼镜 我才脱了眼镜 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样子 照镜子 有这么近的 我只看到眼睛 我只看到我一只眼睛 哦 原来我是这样的 就这样 就不知道自己 所以她从小都不知道自己长啥样 不知道 然后直到我配了那个隐形眼镜 的时候 我就 哇 哦 原来我长这样 就这样 对 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会走入演艺圈呢 那个时候 选美嘛 然后我爸爸就说 给我 跟我姐姐一起去报名的 两个 两姐妹一起去报名 然后 因为我姐姐 她是比较文静的 她喜欢读书啊 然后喜欢拍照啊 然后就抓着我 给我化妆 然后拍了一组照片 还挺美的 然后就 拿了一组那个照片 是我姐姐拍的 然后就去拿去报名了 你爸爸就是想你们选美 就是很多人 父母有的时候是不愿意 爸爸是什么原因呢 我问过我爸爸 我爸爸说 其实每一个女孩 只有一个十八岁 然后他说 他希望在我十八岁的时候 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当不当选都无所谓 他跟别的爸爸不太一样 不一样 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他挺有文 文艺气质的那种 但是没做了文艺 对吗 我妈妈 他追我妈妈的时候 我知道他经常写情诗的 他还有一个本子 我还偷看个 对 所以爸爸其实一直是 这个就是 这个行业的人 对他来讲 其实有神秘感的 对吧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就给你报了名了 对 然后你被选中了 没有 没有 就入了三十名 然后没有入那个 总决赛 决赛 没有 可是当时我很高兴的 我觉得就好玩呗 其实你不喜欢还是说无所谓 我没有想过自己要进你一圈 我只是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个想象不到的一个空间 当时我觉得 落转了嘛 然后TVB就找我 进这个圈子 然后我也想了一想 我觉得也挺好奇的 因为年纪小 我 其实我选美的时候 我没到18岁 只有17岁 然后我记得我签约的时候 是我爸陪我去签约的 然后我妈妈是反对的 我妈妈希望我读书 我跟我妈妈说 我妈妈如果 我进了这个圈 我演了两年的戏 我还是站在主角的后面 演那个铝杯什么的 针茶啊 地水啊那种 我就不演了 我就回来读书 然后他就答应了 结果呢 结果我第二年开始 我第一步就已经演 杨家将了 你这么好的运气啊 对啊是 我又好像的运气很好 你觉得是 你进入这个演艺圈的时候 特别会做人 还是怎么样 所以就特别会有 很多好的机会 我什么都不懂 我真的什么都不懂 然后那个前辈 很多前辈 跟我说话 逗我玩啊什么的 我都不会回答 然后就突然间 夸一下脸就 红到脖子这样子 那你拍戏拼命吗 我刚开始我是挺拼的 因为新人嘛 什么都不懂 我就一直看 一直看 比如说 刚开始我就去 自己一个人 去电影院 然后有什么电影节啊 什么我都去 看看 看很多 什么都看 对 从小看 看到完就这样 看一天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 人其实最有像海绵吸水一样 你想吸收很多东西 寻找方法 对吗 对啊 其实我是一张白子嘛 当时什么都不懂 那我觉得我应该是 多努力去学识 因为可能我的性格有关吧 我就要么你不做 要做你就把它做好 起码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我没有遗憾 还没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因为我采访过你们 叫TVB吧 大概24个小时 最多要工作到 有的最高是20个小时 然后每个艺人 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我想知道你在那时候 最疯狂的是什么状态 我最疯狂的是过 四天试验 没得睡觉 然后结果到了 第三天的时候 就可能就 人飘着呢 对 人都已经飘了 然后可能他们打光 就这样站着 眯着眼睛 我也坐下来眯着眼睛 到里头 来了 然后到了第三天 我就向导演申请 我导演 我真的要回家洗洗澡 然后他就让我回家洗澡了 因为当时我住的地方 比较远 在香港的一个郊区 就开车的 我自己开车当时 开车之后可能 来回一个多两个小时吧 然后回家洗了澡之后 就还有点时间 然后我就发觉 不行 我不能躺是吧 你躺就睡过去了 对啊 我就怕睡 已经醒不来了 我就提着一个水桶 在楼下的停车场 那个车挺脏的 那个擦一擦吧 那擦完车我就去开工具 不敢去睡 不敢睡 但是我看过一篇报道 说在最忙的时候 说永远都能看到你 因为你一直在洗手间睡觉 对啊 很多时候 比如说 真的要敢拍了 什么的 可能拍到凌晨三点 或者四点 然后我回家很麻烦 那我的灵院 在石油间 有一个地方 是那个舞蹈艺人的化妆间 有个镜子 有三张凳子 那我把那个三张凳子 拍在 挪在一起 然后就躺在那里睡 然后工作人员都知道 我睡在那 有时候就直接 就睡在化妆间了 你们那时候收入高吗 这几千块 就是是拿工资是吧 拿工资的 拿月薪的 那就是拍多少 也是拿这个钱吗 对 我是很怕拍服装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衣服 真的很麻烦 然后冬天又冷 夏天又热 然后就要做头发 化妆的时间超长 对 但那个重吗 重 很沉 大概多少斤 光头发就 大概二十斤吧 可是加上头饰 加上头饰 因为她的头饰都是很认真的 这是真的玉石 对 估计有三十斤吧 对 当时拍的时候 你这 是自己不觉得 当你拍完了 差不多到后期的时候 我就慢慢发觉 自己的头 头顶 那个头皮 就长了很多 那个被挤压的那种雪包 雪包 整个头顶都红了 头皮都红了 然后就已经水准了 就我自己摸到头顶 就出了一个这么大的雪包 天哪 就在头顶上 对 有呕吐的那种感觉吗 或其他人有吗 因为我如果头上 我现在是戴那个 稍微沉一点的香料 我都会呕吐 或者戴发卡 我还蛮严重的 我戴发卡 要稍微紧一点 我就会呕吐 这么严重了 对 我都没有呕吐了 只是 有时候压得头疼 就只能 头也不能拆掉 只能吃着止疼药 所以你们大部分的时间 都要用这么一个 静枕去撑着 对啊 因为真的那个脖子 会疼的 长时间这样撑着 所以我们四大妃子嘛 然后每个妃子的装 都这样子 所以他工作人员都说 我们在现场 是不能自理的 连喝水都要 这样喝 要拖着头来喝 所以这个动作 不其而言 你就很柔美了 今天我们 最相近距离做了一个VCR 是可以说送给海妹 从亿三十年 按道理 其实女人对这个年龄啊 对这个日子 都是不愿意提的 但海妹无所谓 没关系 我对数字不敏感 对 很感谢 很感动 我也看得感动 很多的戏都 可以说陪伴了 我们自己的青春岁月 而且《一生何求》 这首歌特别奇怪 永远听起来 特别感谢 非常好听那一首歌 你们会唱吗 还没有会唱吗 会 刚才播的那个就是我唱的 是吗 是我唱的 我们唱现场版 我们大家一起来好不好 我唱的这个歌 很棒 算计划 太好了 你发音里面 一生何求 常判決放棄與擁有 好盡我這一生 逐不道已跑開 一生何求 迷網裡永遠看不透 沒了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謝謝 謝謝 有的時候別人羡慕你的是別人沒擁有過的 而你真正追求的是心靈的自由 所以在海妹真的是她去游泳去選擇她的人生的時候 然後又是從醫這麼多年的時候 我們一起跟現場的觀眾來為她切這個蛋糕 算是第二次來近距離的一個紀念好嗎 來 我們由1985到2015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有禮物要送給你 還有禮物 這個禮物呢 我認為還是很有價值的 這是1985到2015 剛才我們為海妹製作的這個回顧 然後希望你能夠留作紀念 謝謝 謝謝 這個呢 是1985年 海妹香港小姐選美比賽的這個 我的天啊 我覺得這是她人生中一個最重要的轉折 我們也把它送給你 謝謝 這是海妹的第一部影視作品 1985年電視劇《楊家將》 這是她人生的第一個起點 我們也把它送給你 謝謝 哇 你要不要借由非常之力 跟你的粉絲這麼多年說點什麼 雖然我的性格比較懶 可是以後我會勤快一點的 希望能再演多一點好戲給大家看 我們再一次來祝福海妹 謝謝 謝謝 今天有海妹的觀眾在嗎 來 上來幾位吧 來給大家那個 謝謝 來 我來幫你吧 你給大家 好 再次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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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